泰国政府加大力度打击毒品犯罪 他们不但和新西兰警方合作 在泰国机场逮捕了贩毒集团头目 还在泰国的边境起货了大批毒品 并逮捕了两名男子 泰国海关官员星期三在和马来西亚交界的边境 起货多达190公斤的天然毒品卡通叶 卡通叶是泰国南部一种常见树木的叶子 能够刺激使人兴奋 在泰国被列为毒品禁止贩卖 泰国警方随后逮捕了两名男子 他们当时用保鲜膜包裹卡通叶 藏在驾驶的豪华小巴内试图蛮混过关 警方表示这是第一次发现有毒贩试图利用小巴干案 相信两名嫌犯属于同一个犯罪组织 在这同时泰国当局还应新西兰方面的要求 协助他们在泰国机场 逮捕了一名从奥克兰逃到泰国的新西兰毒贩 两国警方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被捕的男子是新西兰一个庞大的贩毒集团的头目 他们利用装有卫星定位系统的浮标运毒 新西兰警方这个月12号就曾起货540公斤 价值近700万新元的冰毒 嫌犯将被遣返回新西兰受审 有种ian连续的暇 没钱 还有这种暇是暇的